关心南台湾的淹水状况 气象局持续针对了屏东发布豪雨特报 在大人科大前有车辆抛锚在路中央 台24线的长治交流道下也有积水情形 另外凌云里也有淹水情况发生 至于在头前溪附近 因为大雨持续的下 水淹进民宅 当地居民无奈表示 每逢大雨必淹水 大雨下个不停 排水无法及时宣泄 瞬间积水 水深极西 民众寸步难行 机车也抛锚路中央 水淹半个轮胎高 车辆经过小心慢行 这里是屏东大人科大前 而积水也冲进民宅 尽管居民堆起沙包防范 但水来得又急又快 当夜挡不住 从头上下午 下到身在 你这个地方如果下大 你就是会多淹水 受到滞留封面影响 前一天晚上闪电雷雨齐发 6号一整天大雨也不停的降下 而不止大人科大 台二四线长治交流道下 也有积水状况 车辆经过 溅起大量水花 有的车辆 当场在路中间抛锚 动弹不得 施工人员赶紧在路中间 放置三角锥提醒 另外在凌云里附近 也有淹水情形 淹大水了 积水覆盖 道路连看都看不到 至于头前夕附近 大雨也持续降下 淹水 淹水 每年都淹 每逢大雨避淹 居民语气真的好无奈 店家也抱怨连连 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就非常困扰的一件事 赶紧进行清扫善后 而大雨也导致土石崩落 雾台公路有山壁崩塌 就怕行车意外 警方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滞留封面影响 天气不稳定 提醒民众除了落实防疫 外出也千万小心 记得苏世伟 朋友们报道